寒流來襲不少人都凍壞了 新北市一名失業男子 他跑到寺廟 偷許願池的林前 為了躲警察竟然一想天開 泡在池水裡頭 差一點點被凍死 而在台北市後火車站的 懷舊廣場 下午也發現一名街友 疑似是在火車車廂底下打地鋪 但卻活活的被凍僵 失業的男子一想天開 晚上九點多又濕又冷 居然跑到汐止山上的寺廟 想要偷許願池裡的林前 廟房報警 小偷跑不掉 就泡在冰冷的池子裡 不過最後還是被遠景一眼識破 前半被抓冷得在地上直發抖 說不出話 甚至差點失溫 警方怕男子出狀況 趕緊借他吹風機和暖爐取暖 男子可憐的模樣 讓警方又氣又好笑 為了要躲避我們的茶器 在那邊泡了大概五分鐘之久 昨天那個天氣真的非常的寒冷 另外在台北市後火車站的懷舊廣場 下午發現一名五十七歲的南街友 疑似凍死在展示火車下方 他身上沒有外傷 還蓋著棉被 民眾發現的時候 他早已經沒有生命迹象 低溫來襲 失溫意外頻傳 在新竹安養中心的老人 棉被數量不足 現在除了缺乏晶圓 也急需一百五十件的棉被 只希望各界善心人士 能伸出援手 幫老人家渡過寒冬 名工人 四十五坊 油 隊 玉政 百寺